这里是小丽聊电影 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清末战争片 电影一开始是一个小军官拿着锣在大声吆喝 鼓动轻壮村民去军营应谋 每人克领50个铜钱 这就是著名的吃空饷 上机来检查就临时找人顶替 为了50个铜钱就连女人都女扮男装混了进来 有一个被当场发现 来巡视的总兵看了熊啾啾气昂昂的大清陆军甚是欣慰 当即下令全营开靶 冲访屋口炮台抵御洋人 这下村民们都慌了 在开靶的路上开始逃跑 但很不幸被跟在后面的总兵给堵了回来 杀了一个替老公来应谋的女人已经孝友 逼迫队伍继续出发 到了炮台暗影扎寨 晚上休息时 一个帐篷里发现一个叫玉叔的竟然是个女的 大家听了他的哭诉 只好替他隐瞒了下来 第二天 总兵派来的杨千总 询问士兵们有没有放过火冲 抬枪大炮的 竟然只有一个狗盛放过大炮 还是在当太平军跟清军作战时学会的 杨千总只好临时教导他们操炮 而炮台最高指挥官夜守备 则在军帐里占卜问鸡兄 这些海岸大炮的炮馆都成了鸟窝了 拍一下都能飞出个鸟来 一脉单船拒绝当炮手 被拉出来操炮的御书 一炮未发 直接被炮声吓哭倒地 到了晚上 尹买单船等大家睡着后 向御书求婚 并报了自己的家庭状况 就在他死期白来的时候 被大家发现狠垂了一顿 捂着被子乌乌烟烟地哭了半夜 这天趁着雨天天黑 一部分村民又开始逃跑 有十几个比较倒霉 又被捉了回来 夜守备知道这些人都是自己找来的村民 根本不是什么大清路君 就在杨千总面前做样子 要按军规斩了他们 而又安排人过来求情 他把事情掩饰过去 但被抓回来的狗胜 却把事件给抖了出来 杨千总一下子就明白了其中的勾当 顺势求了个情 让事情收了场 但不允许这些村民回去 一脉单船又苦好起来 这时 英法联军建船 已到炮台附近 夜守备一面派人去总兵府汇报 一面又摇起签来问簿 把杨千总都看呆了 到了晚上 杨千总请示夜守备 夜袭登岸的洋人 被夜守备拒绝 他不想擅自与洋人交战 两人在大仗里背送军规进行护怼 最终夜守备占了上风 杨千总夜见寻哨 偶然看到玉叔怀抱运袭 当时就惊呆了 难道军营中大老爷们这种事 已经严重到毫不避讳的程度了吗 这时 吴皇的手遇到了 昨天各地守军不准向洋人开炮 不准让洋人登岸 就在将领们发愁的时候 总兵的民国姨太太 发了一封信 告诉大家洋人两条腿不能弯曲 用杆字挑翻了就站不起来 并告诉他们 捉住一个赏银200两 夜守备这下高兴了 立即告诉士兵们 一激动把200两赏银说成了20两 杨千总只好替他更正 士兵们听到200两赏银 立即爆发了无比的爱国热情 争先恐后要去打洋人 因为暴民的人太多 夜守备只好采用抽签的方式 抽到签的人在天亮前 拿着木杆子出发了 他们摸黑哨 打翻了一个洋人 但被帐篷里的洋人追逐 屠杀了 看着同乡们被洋人虐杀 村民们得不到命令 只好擅自向洋人开了炮 夜守备要斩杀擅自开炮的村民 杨千总出来顶了罪 夜守备说 我违背吴皇的命令 恐怕总兵也救不了你的 为了防止再次发生这种事 他把村民们赶下炮台 夜守备劝说杨千总 把那几个炮手送去总兵府请罪 但杨千总决定自己去 并拿了钱给炮手 让他们离开军营 夜守备送杨千总出营 被问及防守的事情 夜守备也值得叹息 听天由命 杨千总在路上被炮手们拦住 希望一起逃走 当过太平军的狗胜 更是劝杨千总一起去投太平军 杨千总愤怒地说 要不是长毛子作乱 杨毛子怎能如此猖狂 就在二人拔刀相向的时候 总兵派上的队伍来了 大家无过 反而有功 而炮台那边也打了个狼烟黑地 因为吴皇不准擅自开炮的命令 夜守备不敢开炮 赌信神仙的他 拿着神仙画像 在炮台念起咒语来 神仙没有显灵 夜守备被炸死在炮台上 回到炮台的杨千总 组织了对洋人的夜戏 赶死的村民炸坏了几艘敌剑 但也全军覆没 第二天英法联军 发动了对炮台的总攻 已被试破身份的御书 被安排去向总兵搬兵求救 杨千总告诉他 无论救兵来不来 他都不要再回来了 被英军俘获的狗胜 把英军引进了雷区 与英军同归与尽 在英法联军火炮攻击下 炮台伤亡惨重 弹尽人绝 此时的总兵正在陪同吴皇的特使 简约大清陆军 锣鼓喧天惊奇招展 烟尘蔽日 士兵们跑来跑去 毫不热闹 御书和早就被派来的 一脉单船 终于闯进轿场 向总兵陈叔战况 恼羞成怒的总兵 下领斩了他们 御书逃了出去 而一脉单船 被乱箭射死 此时炮台上仅剩的三人 点染了身边的火药 与英军同归与尽 炮台陷落 女伴男装的御书 也冲枕而亡 影片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